那个时候然后我们就 你就今天没讲话嘛 没讲话吵架以后 我就看到他 就跟异性朋友啊 就去吃饭啊 喝酒啊 朋友圈 说一些暗语啊 就是此时此刻 我可以什么放回自由啊 什么那些 那些话语 我觉得咱们还没正式 分手了 我们还是恋爱关系 也没说我们确定 就是不在一起了 对不对 我那也不代表是单身啊 而且我吃饭的朋友 你不都认识吗 以前我们都见过的 认识是认识啊 但是我觉得 大多数都是异性对不对 塞那些东西 是不是让我就想着 你就是相亲 跟这些就联系到一块了 我就想你是不是 就提前做好准备的那一样的 给我的感觉是 你们俩形成模式了 只要一吵架他就相亲 或者他就单身 是这意思吧姑娘 没有 我也就是用这种方法激他 因为我们俩冷战 你激他什么 你又不愿意嫁给他 你这也挺有意思的啊 你又不想嫁给他 你天天激他 你激他什么呢 我只是现在不想 那么早结婚 那你就说嘛 我不想这么早结婚嘛 我没有说不嫁给他呀 我也没说一定 一定就是不结婚呀 我你是真可恨哪 我吊着你 什么时候结婚 看我心情好坏 因为我的年纪比他年长嘛 然后就是大几岁嘛 然后我就说是 还是要做一个规划嘛 我们不是小女孩小男孩 就谈谈恋爱 我就想着就是说 我们能走到最后 我觉得他都是借口 他只是想随便找个人结婚 我们才在一起多久啊 不是见家长就是结婚的 我觉得他只是想找一个人结婚 就不是真心的想求我 所以他除了骗你带家长 骗你拍婚纱照之外 这小哥还做了些什么 就是我们刚在一起没多久 他自己安建了他房子 他说就是让我帮他给点意见 就是装修什么风格 因为他说他审美不好 我当时没想太多 就算是一个朋友 能出点意见 他也不一定听我的呀 那我就随便说了一下 然后他就装修成 我喜欢的样了 然后装修完了 他就跟我说 就说现在房子都已经装修成 你喜欢的风格了 他说你要是不跟我结婚 就没人跟我结婚了 他就非要让我搬进去跟他住 那我肯定接受不了呀 我让他搬进去 不是说我非要让他 就是说跟我结婚啊 我就说咱们正常情侣有关系 对吧 然后那搬进去 我们一起住也没什么呀 刚好我爸爸妈妈 他也有那个想法嘛 就是说他们年纪也大了嘛 就希望就说 早点让我有一个安定的家 他们也放心 是这样的 所以我才会让他去 其实我觉得我是给他惊喜 但他好像觉得 是我在倒倒绑架他一样 但我觉得是我想给他 你当时说话就很强势啊 你说如果我不跟你结婚 那就没人给你结婚呀 你说你就要快点搬进来跟我做 你当时说那些话 不然我会生气吗 你不是说平时我不浪漫吗 我就想用房子这件事 按你刚刚说的那种 这随风不争论 我问姑娘一个问题 当你推开那扇门 一看这个房子 是按你设计的风格装修的时候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高兴不 有一点吧 只有一点吗 为啥只有一点呢 我想象当中肯定很惊喜啊 按照我这个装修的 即使是个普通朋友 我这意见很重要 应该很高兴啊 怎么只有一点呢 因为我们俩就是矛盾太多了 我也没想到那么多 对 我听来听去 我听完这三件事 我得出一个结论 你好像挺烦他的 你并不喜欢他 他就说我抠嘛 就其实一些小事 因为我们俩就是有一次逛商场 我特别喜欢一件衣服 我本来都已经想 然后服务员跟我带走了 他就硬拖地把我拉走了 不让我买 他自己不给我买就算了 他也不让我买 为啥 其实那件衣服就是他家里有一件 就是那样样式的 就是说他那个颜色和那个薄厚不太一样 因为我想的是咱们在一起过日子 然后我们现在是奋斗的阶段 能省的就省嘛 因为我还房贷嘛 然后我就想的就是 他花他的钱跟你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想跟他过日子 我想是跟他走到以后嘛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 我们共同的一个点出发 不是 人家不是还没想跟你走到以后呢 我就想的就是说 虽然我们认识不太久 但我觉得我们就不是小女孩小男孩那样 就只是谈谈恋爱 人家还是小女孩 我知道 你是老男孩 是 但我想就是因为我自己嘛 也是到了一个结婚的 可能就是 那你就是想随便找个人结婚啊 就是刚好我出现了嘛 你就不是想跟我结婚 不着急 我再问啊 他第一次逼你结婚 是你们俩认识多久啊 两三个月 是认识还是确立的 在一起两三个月 但是我们之前就是相处的很少 因为他一个星期也就回来一次 然后就见一次面 行 不喜欢他跟他说分手多好啊 还掉在人家 没有啊 我也跟他唠过很多次啊 分不分啊 是还要嫁给他吗 没有 那你 那你不嫁给我 那你当时答应我谈恋爱干嘛呀 对吧 然后我 那谈恋爱之前谁知道感情会怎么样啊 两个人相处 不是都是慢慢相处之后才知道合不合适吗 那你这样一说的话 你就根本就不是想跟我有未来 就一直就没有把我们的感情认真一样 那我也从来没有答应过呀 一定要跟你结婚呀 我也一直就说到 我们俩先相处 那我们谈恋爱干嘛呢 我们谈恋爱不是说想 往那个婚姻的方向去发展 我们谈恋爱 不是发现不合适吗 但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俩之间那么多矛盾 就是因为已经小时就可以吵很久 而且你 而且你 就是我们在一起那么久 但我觉得他还是会为我做一些 比较感动的事 你从来都没有 就说过我一见 比如说我在外地什么工作啊 然后那天过生日嘛 因为我工作原因嘛 结果晚上12点过吧 然后都还没有到家 那是你还没有逼婚之前 他就一直等我嘛 我觉得他就是还是在为我做一些事 我觉得他还是对我有感情的 你知道吗